今天我们Independent Education Consultants 附近几个州的我们一起去了 Earth Sinus College 和他们的VP进行了座谈交流 参观了学校 对学校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 接待我们的是 他们的VP Dave 他本身也是 First 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 他的爸爸和妈妈都没有上过大学 他自己是从 Ohio的 Xavier University毕业的 然后研究生去的 也是在Ohio的University of Miami毕业的 Earth Sinus是一个 在Eastern Pennsylvania Liberal Arts College中最小的一个 这个四个学校的Consultants中最小的一个 只有1600个人的学生 其他三个学校是Franckling & Marshall 还有一个Slaffia 还有一个Slaffia 还有一个是Multenburg 在Earth Sinus 95%的学生是住校的 他们学校本身对四年住校的是能够保证的 Earth Sinus 普遍被认为 Earth Sinus 95%是一所非常理想的中产阶级孩子的学校 因为它提供很多研究的机会 而且因为学校小 所以对每个学生都能关注到 另外这个学校基本上是接收GPA大于3.3的学生 GPA的计算是根据Earth Sinus会重新算 不是从学校的GPA计算 那么主要是看英语数学 外语 科学和社会学 这五门课 其他的课 不做GPA计算 但是在考量 Marriage Scholarship的话 会考虑到 他们有很强的那个SEAD和 和那个Performing Arts Program 这个很多Legal Arts School都差不多这样 那么所以会给 就是如果有那些课的话 在考量这个的时候会考虑到 那么Earth Sinus的本科教育 质量还是非常优秀的 他们有三个Program 他们是非常隐隐为好的 第一个是Common Intellectual Experience CIE 这个是针对一年级的新生 两个Semester提供的一个 典型的Legal Arts的教育 所有的课程的设置是围绕着五个问题 How should we live our lives?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human? What is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 What is our place in it? CIE program 跟哥伦比亚大学的Core curriculum 非常相似 所以也有三个Science faculty 实际上在知道 哥伦比亚大学的Core curriculum的设置 第二个他们非常骄傲的Program 是Independent Learning Experience 这是一个怎么样把课堂上学到的 用到实际生活中去的一个Program 那么100%的学生 每个学生都要求参加 至少两个下面这些活动 可以选Independent Research 或者是Summer Research 或者是Study Board 或者是Internship 或者是Student Teaching 有很多学校会讲他们也有 比方说Study Board 但是一般来说不是100%的参与 那么你的问题就是 那么没有参与的人他们干嘛呢 所以因为这个是一个小的Libble Arts School 所以他们能够关注到 要求每个学生都做这些事情 第三个Program是一个Selected Program 叫Philadelphia Experience 它是给学生一个学期工作生活学习在费城 他们把这个地址选在了Jaxel University 然后利用他们的关系为孩子找到费城的工作和经历 可以一边做Intern一边学习 还在上课 本身这个Program 对所有的Major都开放 所有的年级除了Freshman 但是只录取16个学生 进行这个活动 那么一般以前一直是在初级 他们现在觉得还是把这个Program放在初级比较 所以以后可能都是在初级了 Essigners有27个Major 但是Accounting不是他们的Major 是他们的Minor 因为Dave好像讲到了这个 然后最主要的Major有那么几个 第一个也是他们最引以为好的 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一个Pre-Major 那么有Science Biology 这是一个他们学校很受欢迎的学科 很多想读Latical School的 他们最后会选择Essigners 也就是看中了这个 然后他们说差不多有80%的学生 最后能够在四年本课完成后 直接第一次就考上Major 然后我们问了不少关于这个问题 比方说那么四年以后 这些学生到底考上了哪些Major School Dave说 因为他们的学生大部分也是在费城周边 就是宾州周边的周来的学生 所以一般这些学生也选择就是宾州附近的这些医学院 比方说Penn State Penn State Jefferson 这些 然后Draxel 对他们来说还是Safeties 就是Draxel 一般来说肯定能考得上的 他们就说把Draxel 放Bottom 那么 第二个感兴趣的 他们应以为好的专业是经济学 第三个是英语 Creative Writing Creative Writing 是非常有名的 而且会适应很多人来读他们的学校 申请者 是因为JD Salinger 原来是他们的学生 然后他们也设立了Creative Writing Scholarship 另外一个是Health and Exercise 这个Major也很多Student Athletes 会选这个 这些孩子 而Sinus其实有百分之六十的孩子 是在Team或者是在Club Sports Team或者Sports Club 还有一个 就是Neuroscience 是他们新开始的学科 也是Pre-Med Student 比较喜欢学的学科 另外一个就是Eastern Aging Study 还有一个是Psychology Psychology也是Pre-Med Student 喜欢学的 他说这个他们的心理学的Program 和其他的学校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他们更注重科研 是因为他们有很多费城周边的医学院的心理学专业和他们有合作 所以他们有很多research机会 而Sinus正在造一座新的楼 叫Innovation Discovery Center 那个在Slide上也有 这个是他们要把比较前沿的几个学科 放在这个楼里 比方说Neuroscience 就是 就会在那 还有一个就是 Neuroscience 开始 回馈Community 开始 录用Montgomery County Community College的学生 但是他们还是基本上 stay school as college 就是还是作为一个高中毕业生的学校 不是成人的学校 不是成人的学校 所以他们只是录取一小部分吧 应该说很少一部分 嗯 嗯 他们 他 Dave说他们的学校 还是想 嗯 就是 嗯 remain 这个style 就是高中以后的 毕业生的学校 嗯 我想成为一个成人教育中心吧 嗯 嗯 married scholarship 而Science 嗯 有非常多的married scholarship 嗯 而且门槛 嗯 都不 不高 嗯 我要看你是谁了 比方说这个gateway scholarship 只要求 嗯 sat 新的sat 1260以上 或者 然后他就可以提供三万块钱四年 嗯 嗯 其实这是一个tuation discount 用来吸引成绩好的学生 嗯 嗯 差不多有59% nameoff的tuation discount 嗯 第二个就是creative writing scholarship 嗯 另外也有三万块钱 还有一个是watson fellowship 这其实是对 嗯 嗯 对senia 嗯 嗯 graduating senior 嗯 做independent study的时候 嗯 过得travel abroad的时候提供的奖学金 还有一个是zach reels zachreels national scholarship 这个scholarship是 嗯 至少 嗯 给三千五百块钱 三千五百块钱 三到五千 每年 嗯 嗯 用以表彰学术和学术友谊和具有领导能力的学生 这个需要在early action或者early decision的时候申请 嗯 嗯 Zachreels 好像是 嗯 他们原来的一个football player 嗯 嗯 所以 嗯 我也需要建立的这么一个教学金 嗯 另外一个是一个 嗯 Tao scholarship 这是一个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scholarship 主要是针对嗯 嗯 嗯 minority 嗯 of applicants 而且 嗯 而且是 而且是 不是光是本身是minority 他上的高中也必须是 嗯 比方说是废城 嗯 city 嗯 城里面city 嗯 比较 嗯 嗯 underrepresentative 嗯 underrepresentative 的那种 学校的 优秀学生 另外就是一个lexi scholarship 嗯 嗯 有两千 嗯 嗯 嗯 而sainers 嗯 对国际学生 不勤迈 他们目前 只有百分之五 的 嗯 学生是 国际学生 而 嗯 他们 不像很多 其他的 美国的很多 其他大学 嗯 拼命想发展 这一块 嗯 嗯 嗯 他们 嗯 而且 嗯 而且 嗯 希望 学生 嗯 是 國际生 不是第一次来美国的大学 嗯 是 最好是在美国的高中毕业的外国学生 嗯 因为他们没有 嗯 英语史 嗯 ESL program 然后呢 嗯 嗯 他们的CIE 嗯 就是第一学期的那个 课 非常的难 因为 嗯 所有的 嗯 读写 大量的读 大量的读 大量的写 课堂讨论 演讲 嗯 都需要有英语 所以如果没有好的 嗯 语言基础 嗯 外国学生第一年来 肯定 要Fail 那么这样的话 嗯 就得转学 嗯 这样就会影响学校的retention rate 嗯 所以 嗯 他们不希望 嗯 他明确讲的 他对直接从中国来美国读书的学生 不感兴趣 因为他们不想 因为没有ESL program 也不想让他们 嗯 不成功 另外一个 嗯 要讲的就是 Essignus College 嗯 这是 有一本书叫 College That Changes Life 嗯 嗯 这本书 嗯 里 嗯 讲了几个 嗯 不是特别出名的 嗯 学校 但是 他确实 嗯 培养了 嗯 就是 从学生 嗯 角度着想 培养了非常优异的学生 嗯 这本书 在我的博客里 有链接 嗯 你可以 嗯 从Tablet上购买 然后这本书上 我们最近 其实跟另外两个学校 嗯 这书上的另外两个学校呢 招生官也见过面 嗯 也谈过 嗯 所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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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本书 还是非常有利 的 如果你不是 一个 被 学校排名 追的学校排名走的 嗯 真正想 嗯 为孩子 或者为自己 找一个学校 能够适合你自己的 嗯 academic 嗯 financial 和自己的 interest 和 personal development 我觉得 每次我们的 那个 学校招生官 还有每次我访问 学校的那些 都写下来 嗯 希望自己能做到吧 嗯 如果 嗯 你有什么 嗯 其他的问题 嗯 跟我 请跟我联系 我的电话 和 嗯 邮箱 都在 这个 我的博客里 嗯 然后 我会把 嗯 博客的链接 放在 嗯 嗯 另外 嗯 暑假的 嗯 六月底 的一个 嗯 Get a Jumpstart on your college application 嗯 是针对Writing Senior 那么 如果你感兴趣 可以 嗯 跟我联系 嗯 就到这里 谢谢你们的关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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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